按选了之后再按按钮它才会去触发 那不过如果说你今天希望不要那个执行也可以 不用执行的话也可以去触发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 选了之后 执行 OK 因为我已经写写好了把这个先删掉一下 那特别是要撰写的地方记得是在那个工作表的里面你要找到一个事件 我们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选了之后 再按按钮它才会自动帮我去 所以我 指向的 马丘 选一下 OK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需要按按钮的话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特别注意哦你就必须要触发什么 那这里的话需要知道说你现在的工作表是哪个工作表 比如说我现在多一个VBA的工作表因为我刚刚把它复制过来 那名称叫VBA这个工作表里面呢当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有个储存格 当它里面的资料被改变 那我就去触发什么 刚刚的那个班级的程序 那特别注意好在VBA里面 你如果说要做到这件事情 记得要先找到你的这个 VBA里面的专案里面 这个专案里面 找到对应的工作表名称 比如说像我这边因为我的名称现在叫VBA啦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模组的上方 也会有一个工作表名称叫VBA 那你一定要找这一个你不要找错了 主要是由他 去触发 那触发什么呢 点两下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那请各位看一下 打开来之后呢 上方呢 会有个一般 请你在一般里面的找到有个叫 Worksheets 这个Worksheets 你点击他之后呢 他就会跳出一个所谓的事件 后面的事件名称叫Selection Change 也意思就是说 也就是当什么 当我现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什么发生什么事呢 Selection Change 当选取的物件 被改变的话 那我就执行里面的程序 不过特别注意好 因为你这个地方会有个多一个 Sel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指的是 选取的那个 但有时候可能不是用选取的 那怎么办呢 记得把后面这个程序 改为Change就好了 不要Selection Change 因为Selection Change 它会必须要是选取状态才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选取状态的话 那你就用Change 把它改一下 所以特别是前面是选物件 哪一个物件 哪一个工作表 被做什么事呢 被改变的时候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这个地方删掉一下 然后呢Change 当它Change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 它会传给你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你Change的时候 会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里面的哪一个 储存格 或者哪一些范围 被改变 那所以特别注意 它会用什么方式告诉你呢 请注意一下 里面也叫Target Target指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被改变的那个储存格 所以将来呢 我要去 做执行班级的这个程序 必须是这个Target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H2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H2的这个储存格 资料被改变的时候 才去做这些 其他就 不去做 所以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 这个判断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需要一个判断 判断的方法一样 你就写一个if if什么Target 就是被改变的那个物件 的什么呢 Address 里面有个电 Address Address指的就是说呢 它的 储存格的位置 那一般的话 等于什么 等于 双引号 一个 我没有绝对的 等于是H2 那你又打一个H 前面记得要 都要加那个 鎖定符号 H2 如果呢 它的 被改变那个 储存格是 H2的话 才去做什么事呢 有一符 先打一个ENDER符号 我习惯是 先把那个结构打出来 然后做什么 才去 执行那个什么 班级 刚刚那个程序 所以 如果那个程序 它不是在 这个工作表里面 而是在模组 你可以不需要重打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用呼叫就可以了 那怎么呼叫呢 你就在这边打一个call call班级 这样就完成了 也就意思是说 如果你变更的是什么呢 是H2的话 它才会去call 那如果说不是H2的话 它就不会去call OK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以后呢 如果说你要用在别的地方 上面的逻辑都一样 反正哪一个储存格 变动的 才去做什么事情 OK 那我们来实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如果没有把握 你可以设个中断点 在这边一下 然后我们续续看 再来这个按钮 其实就可以不要了 可以把它剪掉 不需要它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 再点击 一般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 触发的是 这个工作表的 H2 OK 那应该如果 点击它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 因为你有change 所以有个change 这个工作表 它有change了 所以它会告诉你哪一个 哪一个变更的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Target里面 是放的是一般 因为它里面的值 是放一般 可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 H 是不是H2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address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Target后面加一个 点address 你游标放上来 它会告诉你什么 里面是什么 H2 这个储存格 所以有同学会问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 写成这样 不是写成别的方式 主要就是因为 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可以看一下address 这个属性 里面刚好这一个 其实 其他的书里面 还有你写另外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你可以用range来判断 就是你不要写那个刚刚我那种写法 你可以写成这样 range 刮弧 然后h2 点address 是不是一样有address 其实你写成这样子 跟写成刚刚那样子 的结果都对 都可以 那有同学就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不写成这样子 而写成刚刚那样子呢 对不对 其实到底很简单 因为刚刚那个比较短 对 因为我想过了我的程式 因为我怕你们要打太多 因为你们如果看到长的你就会有点 头昏了 所以后来想说那我干脆打短的 两个都可以 那你不要记得 你就记一个就好了 所以我后来为什么 我本来原来是写成 现在这样子 后来我发现好像写这样子 有点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改短一点 那你哪一个比较好记呢 我想应该是原来那个比较好记 应该吧 因为你打这样子 我怕你会记不起来 所以 为什么会改成后面那个 是因为 他真的比较短 那你只要记得什么 加前后双引号 再加一个 先打h2 你前后记得就是加一个绝对的 把它锁起来的位置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忘了锁 这样也不对 一定要加一个那个dolls符号才可以 那他判断说是不是 H2 好是 好 再来的话 call 班级 他怎么call呢 他会跳到模组里面 去找班级 然后把这个动作执行过 所以后面都一样 我把它执行过 先把它全部执行 你会发现他就跑过了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 我就全部的资料就过来了 那以后的话呢 不需要那个按钮 点击班级 他就可以自己work了 OK 这样的话呢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也就是你需要一个总表 那个总表旁边有个分表 你希望就是当下拉的时候呢 自动去抓 那个总表里面的资料的话 就可以这样做 另外的话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了 比如说有些时候你的总表 在这个工作表 那你的分表 又在另外的工作表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没关系 不过只是说你指向的那个方 那个那个工作表 可能要稍微 把它改一下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会多一个就是说 事件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 你不要像之前有同学是这样 他是怎么样做 我之前好像遇到有同学是 他就直接把我云端上面的这个程序 Ctrl C 然后呢想说 这个东西呢 老师说要放在模组里面 然后就把它贴到模组里面 他有哦 这个有东西 然后可是他这个东西没有 然后他就是跑 老师不对呀 你为什么可以动 为什么不能动 然后问我 我帮他看了一下 打开来 这边 没有东西 这边有东西 好 那当然不会动 因为那个 写的地方写错了 好记得 你不要直接就 贴到模组里面 贴到模组里面不会跑 因为他里面牵涉到一个 事件驱动的问题 一定要在 对的工作表的这个里面 才能够去做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是要放在哪里呢 一定是要放在 工作表的 这地方 直接就是 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 Change事件 传给你一个东西 你才去执行 这个 程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好